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Crypto Beats叔叔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補充上一期這個GDX的教程 因為很多小夥伴有提說就是這個教程不大清楚看不懂 所以我想說再錄一個可能可以比較清楚 好 那但這個活動呢我是希望就是有看到的人其實都可以來刷一下 因為我自己刷下來我是每天都在賺錢的 我拿的資金大概是5顆以太幣 那一天大概可以刷出快要700到800的美金 有時候比較少500 那有時候會多一點 所以我覺得你如果經濟情況是允許的話 拿到一到兩顆以太幣來刷其實也是很不錯的 你一天至少還會有100美金以上的這個獲利 而且它這個交易體驗下來是非常好的 就是說一般來講我之前我們可能在Web3的一些交易平台做交易 那GAS或者是這個滑點都吃的蠻重的 但是它這個對錯系統寫得非常好 就是我可能在做比較高頻的交易的時候 我的以太幣還會變多 那也代表他們可能幾乎是沒有在抽手續費的 然後它滑點深度做得很不錯 當然也因為現在有很多人在做這個刷單嘛 所以它這個流動性就會比較好 好那因為我是一直在做交易的 一直有掛單 所以我就直接會錄的長一點 然後我自己去把它撿一些這個比較重要的東西下來 然後來給你們看 加密貨幣是屬於高風險投資 請不要輕易嘗試 以下所講都不是任何投資建議 好那在講這個教程之前呢 我先恭喜就是有拿到我們ARB的小夥伴 因為它在昨天就空投了 那GDX呢也是有活動 就是說只要你刷就是ARB的這個交易隊 它一樣會空投GDX給你 那跟之前的活動是一樣 只是說你用的交易隊不一樣 那像我現在我原本是兩個錢包都在刷GDX嘛 那我現在就是一個錢包刷ARB 一個錢包刷GDX 我就是貪心 我兩個都想拿 那我現在做單的策略也會稍微有一些不一樣 OK我們先複習一下就是之前上一次講的 其實它的規則就很簡單啊 就是你只要區分60分鐘 就是一個小時以前跟一個小時以後的單子 什麼叫一個小時以前一個小時以後 例如說它現在的這個價格 這邊看得到 在0.000677 073 那我可能 OK我做一個buy in做買單 買便宜一點 我可能設在下面這邊 6750這個附近 那我設在這邊的話呢 如果說它這個單往下走吃到了 我就算成交嘛 那中間的時間過了多久 OK是一個小時以前 還是一個小時以後 就在於這邊就是你一掛單掛上去之後 它就開始計算時間 而越久成交你的分數拿的越多 好 像現在我剛剛就有成交一單賣單 它往上漲 所以我就成交了 那目前我身上有多一顆以太 那我就會再做一個買單 那以現在的行情來講 感覺是在一個往上走的階段 然後你有時候也要看一下它這邊的交易量 就是說現在有多少顆以太在上面準備要賣 那準備要買的有多少 那現在來講的話 感覺是賣單會多一點 所以我buy in我就可以比較大膽掛比較深 OK就是讓它時間稍微久一點 但是我這邊的話我會先掛在第三格 OK你這個掛單的動作其實跟現在它市場的行情 你是要很重要要區分的就是 而且有時候會遇到就是你可能掛上去它 有時候沒吃到單 然後它就往上走了 這時候你可能就要趕快把你的單取消 那又或者是像剛剛類似的情況 就是單邊行情一直往上漲或是往下跌 那這時候我都會建議就是要把你的單 沒有吃到的單要先撤掉 然後追上去再開單 如果是往下一直跌的話 我會建議就先觀望 把你手中的獲得先換成以太幣 然後等到它這個價格平穩一點 你再掛上去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盡量都要拿一個小時以後才成交的單子 OK 那盡量不要五分鐘以內成交了 就是很高頻的這種交易 它給的分數其實是很低的 那策略就是如果現在流動性很好 就是很多人它這個上下在刷的時候 你可能放了點位就可以遠一點點 OK 我要做賣單 我可能就掛了遠一點 OK 那如果我要做買單 我也會掛遠一點 那如果說今天現在它的行情是沒有在動的 很長GTX 像這幾天都是 一直維持在一個 幾乎像穩定幣一樣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掛得很近 OK 它掛得很近 它即使掛很近 它也會很久才吃到單 那它在那邊持衡的越久 你賺的分數越多 你拿到它的空頭就會越多 好 像現在這個樣子它要往上漲了 所以我這邊也有一單 成交 那我這單是在3點35分開的 還沒到一個小時 OK 那分數就會比較低 像這時候我的ARB 就變得滿手都是以太幣了 我就會直接果斷的做兌換 直接把我的以太幣 直接兌換成ARB 偶爾還是要做這個兌換 因為之前有提過嘛 就是你兌換 你才會拿到它的兩倍獎勵 你兌換的交易量 一定要大於你掛單的交易量 這樣子你才能吃滿 它這個兩倍的獎勵 像我現在只有1.59 那我都會在早上9點鐘以前 我就把這個刷成兩倍 因為它是在早上9點的時候做結算 好那當我一兌換完 剛剛的這個ARB之後呢 我就會馬上過來做掛賣 因為它現在是在上漲行情 OK 通常如果做上漲行情的時候呢 我都會把這個單子啊 就是說直接做兌換 買入 然後做掛單賣出 OK 做兌換 買入 做掛單 然後賣出 OK 這個是上漲行情的時候 我會這樣子去做 那像現在它可能在這個捷部的頂部 那所以我也不敢掛太遠 我就會掛稍微近一些些 記得今天還是要做一個小時以後的單子 如果你自己這樣玩一玩 你發覺 你的這個成效更好 我也希望就是你也可以分享給我一下 因為我也還是在學習的這個階段 好像我剛剛這單可能就掛太近了 它馬上就成交 那這個我也講一下 就是有時候你會遇到就是你的單子 它是以部分成交的 它沒有成交完 那它就跑走了 那這時候你可能就要抉擇說要不要就是把它取消掉 或者是繼續等它成交 好 它現在價格就一直在往上走 所以我就要用兌換 直接把它兌成ARB 再用ARB掛更高的價格賣掉 這樣子你的一來一往的虧損就 基本上是不會有什麼虧損的 有時候可能你的旗幣還會變多 但最主要要記得我們是要刷的是 它的空頭 只是它的交易體驗我意外覺得好 像現在我一直不敢掛太遠 是因為賣單它很多ETH 但買單其實 現在掛單深度不大夠 那這邊我們會發現我的GDX 滿手的賣單 所以我要調整一下 我們找一個 好 那這邊的話我先取消我的第三筆訂單 因為我發現它的價格 這個 離它的結構區間差得有點遠 那它現在一直在持平的狀態 我們就可以直接掛近一點 然後等它一個波動 就把它出發掉 那有時候這個持平 就會持平一個小時以上 那你就 這時候就賺到了 它這個刷單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是 重複的事情一直做 做二十小時 我自己個人是做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我還會請朋友就是幫我顧著 我去睡覺的時候 那只要有這個觸發單 就馬上過來叫我 像現在你會發現 我幾百個以太幣 它在這邊準備要成交 那它這個流動性 就會這樣僵持 會好一陣子 所以你就可以掛近一點 直接等它觸發 它應該會走一個小時以上 就是它這個橫盤的時間 應該會走一個小時 那你就會發覺 我這個賣單買單 都會離現在成交比較近 那它持平 就是它持續的越久 你就會賺越多點數 拿到越多的空投 那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兩個池子 我都建議可以來刷 因為它這個空投的獎勵 是依照說現在 你的對手 就是你其他人刷的怎麼樣 那當其他人都刷的不多的時候 你拿到的比例就會比較高 那我覺得我現在目前就是兩個池子都刷 然後看哪邊拿的比較多 那我們要記得說就是 它這兩個交易隊的任務網站 是不一樣的 像你這邊看到它是 就是我們上一期教學給的網址 就是在這個 它是用GDX對以太幣的 那這邊它就會告訴你 現在有多少的獎勵可以拿 那另外一部分的話 那我們只要按上面這個AirDraw 它就會到另外一個 你會發覺它變成ARB跟ETH的 那這個就是第二個可以來 這個拿空投的地方 他們這個獎勵是分開算的 好那GDX這個教程大概到這邊 因為它這個會比較複雜 而且它很多狀況是比較及時的 那我會建議就是你可以加入我們這個LINE群 就在下方的資訊欄裡面 我在我自己上一篇這個教學有提過LINE這個事情 但我發現好像沒有人加入 這個叔叔在這邊等了一天 沒有半個人進來跟叔叔一起聊天 是說有看到有人用我的邀請碼加入 但是我認為說我們可以互相交流 就是你如果說有很好的這個刷單的方式 我也很希望可以來學習 那當然你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這個LINE上面 大家一起去來討論 好那GDX就到這邊一個段落 再來的話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遊戲平台Miria 那它目前的這個關推人 追蹤人數是很不錯的熱度 它之前也有發過空投 那接下來它預計又要發空投了 它也還會發這個NFT的這個鑰匙 那它現在就是有活動 你只要過完它的任務 你就有機會可以去拿到它的空投 好那這邊就是它要登記的註冊網站 進來之後我們直接打勾 然後點擊連結錢包 好那進來之後呢 它要你選三個種族 那就看你是想要選哪一個 這邊我選第一個 聯邦 感覺就是用武力來去統治別人 好那進來之後就是它的任務網站 那最主要就是你要拿到它的這個積分嘛 那就照它這個任務表去做就可以了 那大部分都是Twitter啦 然後Discord啦 連一連 那未來會有什麼任務就不清楚 那因為現在才剛剛開始 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是趕快來去 把這些任務都做完 講到這個Game Feed 我個人認為在今年 就是下半年應該就是會有很多的 這Game Feed 就是區塊鏈遊戲會出來 希望到時候 所有的Web三夥伴們 可以靠這些遊戲 直接財富自由 那最主要就是你要跟緊這些資訊 如果說Lost掉了 就是會非常的可惜 那這個任務網站 我就簡單講到這裡啊 因為其實不用多做介紹 就是把它的任務都做完就對了 好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會儘快的回覆你 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也希望你可以幫我點個讚 按個訂閱 這個都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那記得不要忘記這個追蹤我的Twitter 我自己個人的第一手資訊 都會比較快的先貼在上面 或者是LINE群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我是畢齒叔叔 我們下次見 拜拜